很多人在健身房里汗入鱼下的时候 耳机里必须放快节奏的动感音乐 但我在运动时 听的却是这些打击学生许 没错 美妙的百老汇歌曲 That's my jam 我作为百老汇的忠实爱好者 看过十几场百老汇演出 给自己的高中毕业的礼物 就是去看托尼奖颁奖典礼 我最近比较喜欢的音乐剧有 Beetlejuice 还有Mean Girls 作为美国戏曲天花板 百老汇这个名词 你应该不陌生 但你究竟对它了解多少 今天就让我来帮大家盘点 七件关于百老汇你必须知道的事 而且我们还行到了 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的华裔演员 来为大家揭晓真实的幕后 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那就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 化妆精彩的内容 耶 No.1 这么多明星都出演过百老汇 有很多人期待的2月份即将开演的 The Music Man 他的主演就是修书 Hugh Jackman 很多演员都有过百老汇的演出经历 有些人的职业生涯始于百老汇 或者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磨练了演出技巧 Ariana Grande Nick Jonas Sara Jessica Parker Viola Davis Julliard grad Kristine Baranski Morgan Freeman Anna Kendrick Kristin Bell 百老汇 大部分的演出都是音乐曲 所以演员不仅要演得好 还要会跳 甚至会唱 曹萧萧 就曾是一位芭蕾舞演员 在中国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专注于芭蕾舞 退役了之后可能就是当舞蹈老师 但是到美国之后尤其是在纽约 一下子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可能 包括有芭蕾舞演员加入百老汇 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 在国内的时候上台可能就演个四五场 所以每次都会很珍惜那个在舞台上的时间 在百老汇之后每天都有演出每天都很兴奋 No.2 最受欢迎的百老汇音乐剧 有一部经久不衰的百老汇音乐剧 从1988年到现在 演出超过了一万场 呜呜呜 它就是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各剧魅影 萧萧就是各剧魅影的演员 她是经历过三次事情后被录取的 每天一进来就要在这里 在你我一边都前往周文明 我一般是提早两个小时到 这是快速抢妆的房间 有的时候Quick Change的话 对你要在30秒之内换 粉丝送给我的礼物 这个是我里面的造型 然后这是我那个Masquerade的服装 超喜欢 这是我最喜欢的服装 有的眼影的颜色和口红的颜色是有讲究的 像这个口红我们就不能用正红色 正红色只有唱歌剧的那个女高音可以用 No.3最争钱的百老汇音乐剧 各剧魅影虽然演出时间最长 但最争钱的百老汇音乐剧 其实是狮子网 票房超过16.8亿美元 高于同名电影的票房 No.4 Broadway Off-Off-Broadway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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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dway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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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dway 白老汇的剧 通常可以分为三种规模 每部在不同的剧院演出 通常500座以上的剧院就是白老汇剧院 99到499座的是Y白老汇 而99座以下的小剧院就是YY白老汇剧院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歌剧魅影 狮子网都是白老汇的剧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小规模的剧也值得一看 被很多中国观众喜欢的 汉米尔段首演就在Y白老汇 后来才变成了白老汇的剧 No.5如何挑选白老汇座位 拳子好了要去看的剧 座位如何挑选呢 旅舞台最近的是Orchestra 交响乐团区域 二楼叫Mezzanine 分为Front Mezzanine和Rear Mezzanine 还有些剧院有三楼的Balcony区 白老汇演出的平均票价 大约是120美元 座位的好坏 通常从价格能看出来了 No.6 几千美元的假发 白老汇演出的服装道具设计非常重要 很多都是纯手工制作 音乐巨猫据说为了制作假发 就用掉了3000磅的毛牛毛 我们现在去我们假发的房间 这是我的Masquerade的那个假发 我最喜欢的假发 这是Hannibal的时候 我要戴一个就是这种 这个辫子的French braid 那个假发 No.7 白老汇的演员有多绝 根据相估计 白老汇每个季度通常需要1000多名演员 而竞争者至少有1万 所以只有最优秀的10%的人才才能进入白老汇 而白老汇的演员们经常要每天演出 一天演多次 有时还需要寻回演出或者户外演出 在这样高强的工作压力下 演员们还需要不断的充电提升自己 从芭蕾舞到音乐剧 已经是迈出了我的一个舒适圈 然后现在我加入了白老汇之后 我发现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也慢慢也开始学习 我有去上表演课 然后有上口音的纠认课 所以再慢慢继续走出我的舒适圈 继续尝试吧 感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Plus One 精彩的内容 耶! 今天我还想问问你们 你有看过白老汇的音乐剧吗? 你最喜欢的音乐剧是哪个?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耶!